那么教会里面 这些不同的人 怎么能够来 避免这种纷争或有合一的心呢 二十节 二章的二十节 就给我们了一个答案 二十节说 他说并且被建造在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由基督耶稣 自己为防脚使 什么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实际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就是指向的圣经自己 因为使徒和先知 在圣灵的引领下 圣灵的启示下 所写下来的圣经 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根基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 我们的观念上的一些不同呢 减少纷争呢 就是回到圣经 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 婚姻是一男一女 那就不是约翰或史密斯 是不是 就不是一男一男了嘛 你不是一女一女了嘛 所以我就不会 作为神的儿女 我就不会赞同同性婚姻 但是 我还会接纳他们作为我的灵社 我也会支持政府去研发 就是有药物来治疗那些 因着学艺感染 或者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得到艾滋病的人 这并不妨碍我 世上的事情都会很大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失 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圣经却是不变化的 初代教会 信徒们所读的神的话 和我们今天读的是一样的 所以教会中如果有冲突的话 它的根源本身反映的是 人对神话语的态度 我们常常会说 保守派 自由派 保守好像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好像是一种非常negative 负面的东西 但是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宁愿做一个保守派 顺服神的一个保守派 我不愿意做一个顺从仁义的 自由派 因为那是神不喜悦的 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 和睦相处 是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标准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那么也因为 我们在教会里面 信徒都是同胞 我们可以有个体的不一样 但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我们却可以避免纷争 彼此相爱 和睦相处 和我们相处 而且 因着耶稣基督救赎 不但我们这些不同的人 能够在神国里面 成为同胞 而且还是没有血缘的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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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